PLA-2 新版教室 各位好 歡迎回到我們PLA-2的新版教室 今天跟各位介紹一下火拼的技能 火拼有很多種玩法 你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武器配上技能還有卡牌 你可以玩出很多不同的流派 那今天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最近在玩的一個比較 我自己覺得在低難度下 就是4顆星以下 可能還算是非常堪用非常強悍的配法 那我真的是以散散槍為主體 我們來看一下技能這個部分 我們先從 逃犯這一系的神鬼獵人開始看 那這個是我有點出大招的 主要這一排點出來的話就是要 減少隊伍負擔然後再加上可以直救 我們來看一下 九命貓跟這個 改你了 這兩個技能 其實算是過度 一個是倒地增加50%生命 一個是受到傷害減少30% 那這個都是屬於倒地的技能 那希望不太常用到這個 那 再看第三層這個 天鵝絕傷 那天鵝絕傷就是你倒地之後 你會有 你點到精通之後 你會有6秒的時間可以無限的 撒彈藥 就是你可以在6秒內的 就是進行輸出 所以這個還不錯 就是你 你如果在打爆多士的這種 比較強悍的 特種的時候這個 會比較好用 就非常好用 然後裝死的話是你 倒地的時候會有30%機率 會直接就站起來 這個非常不錯 你等於 倒地10次會有3次直接站起來 那 密賽亞的話就是 你在倒地的時候射殺一個敵人 你會 直接復活 然後這一定要點精通 這個配合醫藥包的話 你是可以直接 在一場中 復活好幾次 就是直接倒地自己殺人 就可以再站起來 OK 這是神鬼獵人這一條 那我鬥士也稍微點了一些 鬥士的話主要是 敵人 第一點還是一樣 是點出這個過度 比如你減輕50%的攻擊 這個 點出來之後 你下面這兩個 第二排這邊是全部點滿的 一個是 對警察跟特殊警察的這個 盡量傷害都增加100% 然後一個是可以疊傷害 有一次你殺死一個敵人 你的近戰傷害就會提高100% 最高可以提到1600% 好 那你用近戰殺死人的時候 你還可以再增加50%的填裝速度 那這個很好用 就是 你在 通常 火拼的話 那個 敵人的AI警察會 無限 幾乎是無限的一直在重生 那你 你隨便殺個16隻 你的傷害又可以提到1600 然後當對方出了什麼BODOSER的時候 你只要稍微 拿你的近戰武器 擠一個氣過去砍一刀 通常都可以砍出 非常可觀的傷害 就是大概 4顆星以下的BODOSER 可能都還是可以 幾乎被你砍死 3顆星一定砍死 然後4顆星的話 看你帶的近戰武器 通常 如果你帶攻擊力強一點的擊滿 應該 我記得4顆星應該是12000力血 大概可以砍掉8000 8900差不多 OK 那這是逃犯系列 那幽靈的話 主要是點這個衝刺速度 跟閃避啦 就是稍微有 有點一下這樣子而已 沒有特別 一定要 特別吃重這個 就是意思 稍微增加一點點 閃避率 然後還有這個破甲 移動速度 3加30% 那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我玩這個系列天賦 是屬於 做 就是穿這個 重型反彈背心的 所以這個破甲 移動速度上升的話 這還蠻有用的 你破甲的話 就可以直接趕快跑到掩體 那祭司我沒有點 暴徒 暴徒就是最主要的 閃避槍的 這一系的技能 那我沒有點開 閃避槍的這個 大開殺戒 因為 我覺得 我是 著重在提升生存力 不要提供隊伍負擔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 不管 就是 完全強化近距離 但是這個技能 就是這個大招 要花掉我12點實在是 有點太多點數了 所以我說沒有選擇點出這個 暴徒 散彈手的最大招 那我們看到 暴徒的這個 圍攻 當你 跟三名敵人交戰的時候 就是圍攻的時候 你會增加15%的殺傷力 或是你被圍攻的時候 減少 受傷15% 這個一定要點滿 生存力跟攻擊力 都會大幅的上升 火拼的話 常常也 幾乎是必定要跟三個以上的敵人 在18公尺內交戰 幾乎啦 所以這個技能 點滿的話是非常有好處的 那第二排的話 這邊也是 必點滿的閃彈槍技能 裝彈 裝彈更快 瞄準鏡更快 還有這個 閃彈槍衝擊 這個增加穩定 還有傷害 點滿就增加15% 所以這也要點滿 再來就是近戰眼前這個 盲射這個很重要 你通常會用你的 閃彈槍在邊跑邊射擊的情況下開路 這個也會 會需要你 把它點滿 到精通 精通的話就是可以增加單發閃彈槍的盲射射數之外 還可以 增加裝彈量 有彈夾的 我就是用有彈夾的 那黑手的話主要就是強化這個 醫療兵的技能 可以點到這個 兩個醫藥包 主要是可以自己放醫療包 重置這個 剛剛說的這個 這個逃犯彌賽亞技能 好 那這個就是穩定 這穩定射擊的話 呃 就是點這個可以 標記敵人 這樣子 散彈槍在近距離 標記敵人之後 還可以再多15%傷害 那不點滿精通的原因 就是因為 你不太可能會有交戰10米以上的距離 好 所以就不點 我們不點精通這個 那這邊都是一些開進的速度 開進的速度 那因為剛剛其實 散彈槍那邊 開進速度已經有比較快了 但是這邊主要點出來 一點的話就是 你可以瞄準的時候 不影響移動速度 OK 那這邊只有 增加瞄進速度 125% 但是如果你點這個的話 是 不影響移動速度 所以還是可以點一下 所以這邊過度 一路點過來就是 為了要點這個高架目標 那這是技能的 這一系的介紹 OK 那散彈槍的話 我這邊帶的 這個護甲是這個 輕型防彈背心 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說 不是穿西裝 就是穿這個 改良複合戰術背心 可能最高難度 可能是要這樣這麼極端 沒錯 但是我覺得低尖難度 你們倒是可以嘗嘗看這個 就大概 三星四星五星 可能你還可以選擇 這幾種防彈背心 來嘗嘗看 那我選擇輕型防彈背心的話 就是主要要它的這個速度 我們可以在 戰鬥中的速度會比較快 而且穿起來 你看比較好看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技能選用 卡牌 卡牌 我這邊就選擇側位 那側位的話 這一系主要就是 你殺敵人就可以回血量 然後還有一些 增加爆頭傷害 然後再加上 穿防彈背心的移動速度 再減低15% 那最主要 你其他這些 怎麼減彈料這些 增加的話 其他卡牌其實都有啦 那最主要的話就是回血 這個技能主要是回血 然後你點滿之後還可以增加 穿甲的20%概率 所以你點滿的話 就是等於 就是等於殺敵人的時候 他會持續的回血量 所以這在你 的 AI對手如果不是那麼的 就是沒辦法 打過你回血的速度的時候 你這張技能 簡直是無敵在場上 你會一直回血 然後對方 就是AI也沒辦法 搬一些打殘 所以側位是用在這個技能 那他在低階難度上 非常的可靠 四星 五星都還算勉強可以喔 五星其實已經開得很痛了 四星的話還是OK的 那我剛剛說的四星就難度 那我們主武器選用的是這個 Stakeout 12G 這個自動閃戰槍 這是彈夾式的 彈夾式閃戰槍 那我們這把裝備就是露彈 為了增加它的傷害力 這把是我們最主要的輸出武器 就是主武器 然後會去增加它的一些穩定值 希望在連發的時候 會不要那麼飄 所以我們會增加它的穩定值 OK 那 彈夾一定要換上彈鼓 彈鼓讓你的彈夾量會到35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這把 這把12G的傷害是到72 72 然後精準是32 穩定92 就讓你連發的時候 保證不會飄得太嚴重 然後換彈時間的話也有減免 只要2.7秒 2.7秒就可以換彈 非常快 這是主武器的選擇 那這就是你一般在打小拼的時候選用的 那第二把閃彈槍的話 我們就配這把 也是彈夾式的 那這個彈夾式的話 它主要不是讓你做輸出 你可以看到 它換彈時間是有點久的 再加上 它的穩定也不太高 傷害也不行 因為它是負武器 所以我不會去苛求它這個 那主要我負武器裝備也是燃燒彈 它可以在應付一些比較特殊的 特種敵人的時候 可以派上用場 像是盾牌 Taser Croker 之類的 反正你的燃燒彈 直接打在敵人身上 它會進行燃燒 然後會 做出一些掙扎的動作 所以這個燃燒彈還是要帶下的 就是 可以處理一些比較特殊的狀況 包含G1手你燒到它的話 它有可能 就直接被你燒死了 好 那身上帶醫療包就沒什麼問題 近戰武器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有點到那個 增加就會疊近戰攻擊的這個技能 所以我們用的是這個武士刀 那武士刀的話 攻擊力其實很高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追到來到900 再加上剛才那1600%的話 那個傷害你們自己可以算一下 非常高 OK 然後這個投擲物 就看自己看關卡怎麼選 你關卡打什麼就帶什麼就可以了 好 那就是今天這個活拼技能的介紹 那這個技能 這一組技能在你火拼作戰中的時候 你的生存力會非常非常高 當然這個前提不是最高難度的前提下 就是如果你挑戰四星五星的話 你這套天賦你真的是可以玩看看 那裝甲的話 你自己可以再挑一下 如果你覺得真的 打起來不是那麼的穩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再重型一點 那我自己是選擇這個清醒防戰背心 那你自己的 找這個掩體的觀念就要好一點 好 那今天火拼 這個閃電的火拼技能天賦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以及追蹤我的頻道 好 那就感謝今天各位收看 然後我們期待下一集的 Payday2的新版教室 感謝各位 掰掰